现在来探班我们的今年做的第15条商业街 在江门新会的彩虹街 从图纸的设计 包括施工 安装 整体是由我们完成的 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的商业街 这种叫固定焊接箱的一种做法 表面上完整保留了集装箱的工业风 这个是经济款 前面一个是升级款 这个就是用我们通常工地用的 助人类的集装箱 再稍微加一点造型上的一些创意 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改造 非常的经济实用 后续它是把它作为一个夜市来经营的 这个从头到尾 大概是有26栋单体 104个集装箱组成的 经济款的木树板 这个是空心的 它里面的再生料就含得比较多 如果好一点的木树板就是实心的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根据项目上的定位来完成 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个方管 用的也比较小 是80x80的方管 然后在里面我们的电路是明装 这个玻璃门的地弹簧的风险依然是比较大的 它上面用十字螺丝旁边用自供钉来锁定 正常来说是因为它水泥板的强度不够 所以才用这样的固定 但时间久了以后 这个地弹簧在这个位置特别容易损坏变形 导致门开关不畅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边底下 要用方管或者铁板焊一个结构进行焊接下去 还有这个玻璃是用单拨 我那个办公室也是用单拨 夏天热的要死 所以这个应该要用双拨的结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